十書其一 尼未記二十七章三十至三十四節 地上所有的 無論是地上的種子 是樹上的果子 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 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 人若要屬這十分之一的什麼物 就要加上五分之一 凡牛群羊群中一切從帳下經過的 每第十隻要歸給耶和華為聖 不可問是好是壞 也不可更換 若定要更換 所更換的與本來的生畜 都要成為聖 不可屬回 這就是耶和華在西內山 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世的命令 KINGMANTOKPAD